2022年12月,CASP大赛,也就是蛋白质结构预测比赛,还会如期的举行。 但实际上,今年的冠军已经毫无悬念了。 更严重的是,这位冠军选手的出现,让这项拥有28年历史的大赛,在今后失去了举办的意义。 这位选手就是人工智能AlphaFold II。 蛋白质结构预测比赛从199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已经举办了14届。 2022年将是第15次比赛,但最近两次比赛的冠军都是AlphaFold团队。 2018年的冠军叫做AlphaFold,2020年的冠军叫做AlphaFold II。 别看只多了一个II,但差距挺大的。 2018年获胜的时候,第一名跟第二名差距并不大,而2020年带II的那个版本AlphaFold II可是遥遥领先第二名的。 它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比第二名与最末一名的差距还要大呢。 而现在呢,又过了两年,它又进化了。 我们可以预测,2022年这次蛋白质结构预测比赛的冠军,肯定依然还是来自AlphaFold团队。 但即便总是冠军,哪怕六连冠了,也不能说某个选手让整个比赛失去了意义啊。 为什么AlphaFold II可以这么说呢? 原因是这样,AlphaFold II在2022年7月28日公布了一个消息, 它要陆续公布这两年来对各种蛋白质空间构型的预测结果。 那它要公布多少种蛋白质呢? 它已经把地球上所有蛋白质结构都做了预测,总数是2.14亿。 而CASP比赛的题库最大范围呢,也顶多是地球上的蛋白质而已。 那现在已经全都被它测算出结果了, 于是这个比赛继续举办下去的意义当然大幅下降了。 想要继续比赛呢,可能要挑选一些其他竞赛方向才可以。 比如说在准确度上或者创造地球上没有的蛋白质。 我们曾经在科技参考第一季第48期《一小步突破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结构》这篇里, 介绍了两年前那次比赛的意义。 这期科技参考,我继续为你介绍AlphaFold II的后续进展。 AlphaFold是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深度神经网络破解蛋白质折叠谜谜题的一个工具。 蛋白质折叠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某种蛋白质能起什么作用,能干什么活,完全取决于它外形上的细节。 具体来说,蛋白质的外形决定了它某个区域带正电还是带负电,是侵水的还是输水的。 而这些基础特征就决定了某些物质靠近这个蛋白质的某个区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会不会挂在这个蛋白质上,成为一条侧链呢? 然后这条侧链成为新的外形的一部分,发挥它独有的特性。 而这个独有的特性,也许就是药物研发的关键了,或者是生物功能的特定结构。 蛋白质怎么才能折叠呢? 其实并不需要操心,它自己就会折叠。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手拉手组成的,不同的氨基酸就有不同的化学特性。 当DNA序列上那些ATCG的字母被翻译成一连串的氨基酸,氨基酸又连在一起之后,折叠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在毫秒级的时间里就能完成。 α4的就是通过DNA剪辑序列,预测形成三维结构之后蛋白质的外观。 在α4的诞生之前,大约有17万种蛋白质折叠之后的空间结构是已知的,他们都是通过各种实测的方法制造结构的。 传统的测定方法有三种,X射线衍射,核磁共振,冷冻电竞,但它们各有各的缺陷。 比如说X射线衍射只能测量样品含量比较多的蛋白质,而核磁共振只能测量氨基酸数量小于120的蛋白质。 冷冻电竞虽然限制少,但特别贵,一台设备的价格比大多数实验室10年的全部科研经费还要高不少。 自从2020年底,AlphaFold II展现出了优秀的预测能力之后,它就开始批量了工作起来。 到今天一年半的时间,竟然把人类测序过的2.14亿个基因序列对应的蛋白质全都做了预测。 而且它这种批量化的操作并不是流水线的无脑运行,而是边做题边有提高。 它最让人惊讶的一个成果就是对一个超大复合体结构的预测。 这个复合体叫做核孔复合体。 核孔指的是细胞里细胞核上面的孔。 我们知道蛋白质在细胞核里制造完成之后,需要运送出来。 这就需要先穿过细胞核的膜,于是那得有个通道才行。 这个核孔就是蛋白质运输的通道。 这是一个由一千多个蛋白质组成的极为复杂的结构。 在α4的团队出现之前,对于核孔到底是什么结构的, 人们只预测了其中一种主要的蛋白质的连接,顶多占整个结构的30%。 而这次α4的2在公布了2.14亿个蛋白质空间构型的同时, 也着重把这个最复杂的结构拿出来秀了一下。 30多种蛋白质组成的核孔的100%空间构型,全都预测完成了。 这个成果是多少个生物实验室努力了好多年都梦寐以求的结果呀。 由于2.14亿个蛋白质的数据实在太多了, 还需要分门别类的存入科学界公认的蛋白质数据银行里, 所以DeepMind的预测, 今年会完成大约1亿个左右的蛋白质数据录入工作。 2023年再录入剩下的部分, 仅仅是这1亿个, 就已经是当前数据银行中全部数据的几百倍了。 由于这个工具的精度提高很快, 预测的速度又是惊人的, 它工作18个月的成果大约就相当于过去30年间, 全球此领域的所有科学家成果总和的几百倍, 于是没有人会忽视它的存在。 把它用得顺手的那些实验室, 找到了各种成倍提高研究速度的方法, 而用得不好的或者运气不好的团队, 也有可能受困于AlphaFold2给出的结果。 为什么说有可能受困于AlphaFold2给出的结果呢? 这咱们就得说一下它的缺陷了。 尽管它速度快, 并且把地球上所有的蛋白质都预测了, 但仍然存在准确度高低的问题, 因为毕竟只有十几万个蛋白质的空间构型, 是人类确凿无疑知道是什么样的。 而哪怕只针对这十几万个蛋白质, AlphaFold2通过剪辑序列预测三维构型, 也和实测的结果有所出入。 有一些结果跟实际的情况偏差的非常离谱, 尽管概率不是很高。 于是就算科学家对AlphaFold2比较信任, 也依然不敢, 只凭它的计算结果就开展后续的工作。 比如说研发药物, 科学家筛选新的蛋白质结构的时候, 会用AlphaFold2跑出一个初步的结果, 但这个结果只是一个不错的提示, 告诉科学家哪些部位可能是关键, 此后科学家会再利用传统方法精确地测定一番。 这并不是说AlphaFold2是个花架子, 因为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初步的三维结构框架, 就能给研发的第一步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 跟时间上的节约。 AlphaFold2自己也会对产生的结果做评估, 它会把预测结果平级用颜色来标注, 比如说蛋白质的哪些区域结果会是极为可靠的, 而另外哪些区域不那么可靠。 AlphaFold2在科学界使用的越来越广泛, DeepMind在其他人工智能团队的算法竞争下也出了一个奇招, 把算法的原代码给公开了, 它欢迎有识之士一起参与改进它。 那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 人类在生命演化方面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在此前人们认为, 演化是以基因突变为基础的, 于是基因型相似的物种就拥有演化上较近的亲缘关系。 依照这种方法, 尤其适合判断相邻较近的几种生物的亲缘关系, 比如说你的基因是AAAAA5个A, 我的是AAAB, 就是4个A加1个B, 那我们属于近亲。 但如果相隔的时间比较远, 你是AAAAA5个A, 我是ABABA, 小王是AABBA的话, 那小王和我谁跟你的亲缘关系更近呢? 仅仅从基因序列上就不太好判断了, 但蛋白质结构上的差异却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蛋白质结构变化的速度比碱基变化的还要慢, 碱基序列的突变会导致某个氨基酸的变化, 但某个氨基酸的变化往往不会导致 更大结构的蛋白质发生功能上的彻底改变, 还需要积累更多的基因突变, 相应的蛋白质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于是, 使用AlphaFold2这样的工具, 从蛋白质空间构型的差异上去判断, 能找到时间跨度上更远的亲缘关系。 当然, 受到影响的不只是科学理论的, 还有药物研发, 刚刚我们提到了, 它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结果, 尽管当前的精度不完美, 但起到的初步提示作用, 也大大加速了对作用机理的解释跟药物的研发。 很多药物研发企业都针对AlphaFold2开发了新的模块, 把他们自己公司的化学模拟软件结合起来, 用于寻找新的药物分子。 更进一步的, 还有一些实验尝试突破地球上的2.14个已知的基因序列, 他们打算造一些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蛋白质。 他们是这么做的, 随机分配AlphaFold2一些氨基酸序列, 比如说300个, 然后让这些氨基酸以随机的方式排序, 用排序后的结果预测形成的蛋白质。 如果那个蛋白质确实可能形成稳定的三维结构, 那就保留起来作为候选。 由于这些氨基酸序列是随机的, 于是就不一定属于那个数据库里2.14一个。 华盛顿大学蛋白质设计研究所就已经利用这个方法, 在结合基因编辑技术, 在细菌体内表达出了129种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蛋白质。 可以说, 他们当前在做的事, 和各种古代神话里头主神创造各种生灵的传说, 也仅有一步之遥了。 AlphaFold2的变化速度之快, 让创造他的团队都有点跟不上了。 未来的百年里, 这个领域的突破会和过往的百年里半导体领域的突破相媲美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